字幕提供 哈囉 這裡是魔術打的水耳打 歡迎回到我頻道 欸 有沒有覺得家裡蚊子很多呢 欸 蚊子多的話 你通常會怎麼處理呀 那就是 點蚊香啦 對不對 好 欸 有沒有看過這麼大的 打我機 好 對 所以呢 這個蚊香呢 就是我們夏天防蚊的好夥伴啊 所以呢 你平常就 有蚊子的時候做一個 在家 然後就放在你床頭 相信一點用都不會有 好 不過呢 這蚊香呢 我看到的時候我覺得蠻可愛的 所以呢 我就來教一下各位 好 那我們現在解析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支架啦 支架最簡單的 它呢 就是做一個 零星 然後就一根這樣上來 然後插著 插著蚊香 好 那現在有個大的問題啊 就是 這蚊香要怎麼讓它變捲捲的呢 好 好 這就牽扯到另外一個技術 待會直接教你 好 好 那 我們就直接開始齁 但是呢 對了 可以講 蚊香齁 基本上都剩綠色 那因為我剛好剩綠色用完了 所以呢 我就用標準綠 好 你可以用剩綠色的話 就像那個鱷魚的蚊香啊 都是剩綠色的 好 好 但是呢 它在做的時候呢 它需要 綠色或剩綠色的260 再加上裡面要有一條 紅色或橘色的 好 因為火的那個 它點完之後 它是呈現紅色或橘色的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把160的 紅色或橘色 然後把它 這樣子 放到260裡面 基本上應該是蠻好穿的 好 對 以S牌來講的話 它Size會剛剛好 沒有發現 好 就這樣子 就進去 然後你可以摸 好 剛好會到底 好 剛好會到底 好 但如果你要260 穿260的話 就沒辦法這樣之後 你絕對穿不進去 好 你就要浮空俱浮 但今天沒有交到 所以就先跳過 來這時候呢 你在尾巴你摸到了 那一個 160跟260的位置的話 你就在這邊打一個結 讓它固定 好 跑不出來 OK 好 所以它頭呢 它就會 260裡面穿著160 對不對 接下來呢 把你的打氣筒吹嘴 穿 綠色260的部分 好 然後160就放旁邊 待會你會發現一件很奇妙的狀況 好 來 自己看 1 2 3 4 5 6 好 你只要看到尾巴 大概有彎的一個狀態 你大概就可以拿起來了 現在知道為什麼裡面要穿 穿160了嗎 好 就是讓它可以變成一個圓圓的尾巴 好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先趕快把它打疊 好 後面抓一段 然後把它打疊起來 好 那你可以先大概抓一下說 這樣子的圈圈束夠不夠 好 我覺得是夠啦 大概一圈兩圈左右 好 你覺得不夠你就再多灌長一點 好 這你可以自己決定 然後呢 你在這邊 如果你確定它的長度了 你就在尾巴這個位置 好 再打一個結 把它固定住 好 好 那接下來這個火呢 就是我們要打160的部分 好 點火的位置 然後這時候你就大概抓一下你的火焰大概的 的長度大概要多少 好 這個地方就自己抓了 好 然後剩下放棄了之後呢 來 打結 好 但這樣子不好看對不對 其實你要這樣子也可以啦 好 但是呢 我想要讓它再好開一點 所以我把它做成一個圓形的樣子 好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好 就直接打一個結 再打一個結 對 比剛剛好看了 這樣才叫一個 圈圈嘛 一個點嘛 對不對 然後這樣子不管在任何角度看 都會覺得 欸 比較像 要不然你多出那一個頭就是 乖乖的 待會跟你發生 跟你說發生什麼事 來 我們繼續 好 好 所以 基本上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們聞香 好了之後呢 來 我們來做底座 底座你要什麼顏色都可以 但我們最常看到就是 它還是給我們一片金屬片嘛 金屬片基本上就是銀色或灰色 所以呢 我這次用灰色的 然後呢 大概打個四五下 一二三四五 這隨意啊 反正最後都會剪掉 好 那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從頭開始 我們頭先給它兩個耳結 好 待會固定 就是固定在這個位置 來 一個耳結 兩個耳結 好 然後到時候就是這樣卡進去 好 那它那個高度呢 也不會很高 所以呢 我大概給它一個 三個指幅寬 好 三個指幅寬 好 三個指幅寬 好 三個指幅寬 再一個耳結 這裡就當作一個是一個 點 好 然後我們要做兩個 兩個 那個 那個 這個 來 這也是三角形的樣子 好 到這邊之後呢 我們這裡再做一個耳結 因為到時候這邊是它對角要固定的位置 好 然後最後呢 再把它 連回來 原本這邊出發 然後做一個三角形之後連回來 對不對 好 它也沒有說這個要做多大啦 就看你 看你開心 好 然後這邊呢 做了一個三角形之後呢 這邊 也把它做一個三角形 所以呢 來 一樣 做兩個 然後把它 疊過來 中間破掉 破掉再直接補上去就好 好 那剩下就把它 掉 你如果說在做氣球的時候發現 欸 那做了一半動不動就破掉 那代表說 欸這個 顏色氣球好像 要壞要壞的感覺喔 好 這也是評估你氣球好壞的 這個 方式之一 好 所以呢 這邊呢 有沒有 一個腳架就做好了 OK 好 然後呢 你就把 這個尾巴 好 蚊香的這個尾巴呢 把它 放到 中間來 好 但它有個問題喔 就是它不會平整 好 這絕對的 好 絕對不會平整 好 所以呢 你就只能做一個 微型上的調整 然後你看是不是很歪 所以呢 你就需要去 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去 把它做一下 看要怎麼調整 它才會做到一個平整的樣子 好 所以其實大概像這樣子 好 這樣子就很像了 對不對 好 而且呢中間是有空隙的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狀態 但是有時候呢 你做出來的 圓圈圈 不會像這一次那麼順利 那它可能就會歪的 歪的十分離譜 好 你看這時候我建議你 好 你先呢把它捲起來之後 你直接在這個位置 這個點貼雙面膠 好 直接在這個點貼雙面膠 好 所以呢 我就貼給你看 好的 來我推薦你們這個 書局都有 路頭牌的 雙面布膠 好 這是布膠袋 好 然後呢 用手就可以撕 很好撕 好 然後你就先把你要的位置呢 就是 通常我們是在這個位置 好 先把它黏起來 好 撕掉之後 我們開始捲 對我們開始捲 好 大概就可以抓到它位置 對不對 好 就這樣子黏起來 好 有沒有 它就會變得非常的平整 那通常這個我 你要把它剪掉也可以 但是呢 我覺得它很有重量 剛好就是可以讓我們 可以把它擺正 擺平 好 那這樣子呢 就會 好看很多 好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的文蝦 的做法 那你剛剛是不是有看到說 欸 我這邊有個聲音 好 到底是什麼聲音呢 來跟你說 登登 好 這就是一個小缺點 好 就是呢 雙面膠 它如果說那個 它 經不起 它反彈的力道 它會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然後就這樣子 好 就這樣子 分開分開分開 然後最後就崩掉 好 就這樣子崩掉 好 所以呢 你的造型可能就會 不是跟原本的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飛到 不得已 我是不是很愛黏雙面膠的 好 那盡量不要用其他的膠 膠在這裡 其他膠在這裡 好 好 所以呢 你看 我們的文箱 是不是就可以這樣子完成了 好 那如果說 你有去這個160的長條氣球 或者其他顏色的話 你可以在下方資訊欄 來去我的商城看一下 有沒有你需要的氣球 好 那接下來這個文箱呢 好 就該你啦 加油 加油